Luhan,很高興認識你 我的名字是Mark Salun,從MUTV 很榮幸邀請你到A.ON訓練中 我也很榮幸 很榮幸 終於來到夢想的地方 可以來接受採訪 對 怎麼感覺到這早上職員 和他們訓練中 感覺像自己在做夢一樣 沒有想到 真的有那麼一天 能夠和他們見面在這裡 看到他們訓練 而且還能一起拍照 一起握手打招呼 哇,就跟夢一樣 你期待的時刻是一樣的嗎 你能夠準備好嗎 我覺得 其實跟我想像中的 隊員的性格都很一樣 包括伯格巴也很 對,很自嗨型 特別的友好 都特別友善 唯一一點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這邊真的很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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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你 不太容易 讓你來到曼特拉夫德 因為你不太喜歡飛行 所以你怎麼這麼大的決定 讓你來到這裡 如何成功 成功 我覺得我這輩子 真的 得來到老特拉夫德 看一場曼林的比賽 看他們訓練 見他們所有人 我就不會有遺憾了 我覺得 告訴我們 為何你開始支持 Manchester United 我還記得 2002年吧 世界盃之後 對 2002年世界盃之後 正好 因為當時喜歡上了 BECAM 世界盃結束以後 然後就查了一下 BECAM的俱樂部 是在曼林 完了以後 就查了一下資料 而且正好有那會兒 曼林在中國也很 很紅吧 我覺得 就是記得是體育電視台上 上面會有一個 關於他的紀錄片 然後我看了一下 就是了解了一下 輝煌的歷史 在看著Manchester United 時刻嗎 我挑一個 我能挑一個 我記得 哪年的 好像4比3 在主場 絕殺漫城的那場 歐文進的球 我當時看了全場的比賽 哦 對 還有 范培熙 絕殺漫城的有一場 反正不是 反正只要是能夠 贏漫城 李武浦 阿斯納切爾西的 我覺得 我都印象很多 對 絕對 最好的比賽 你為United 做了什麼 我覺得 曼林在我生活中 就是一個 很 我覺得是 屬於 融入我生活了吧 因為我每次都會去 就是每天都會去搜一下 曼林的消息 然後要看看 什麼時候比賽 然後我在熬夜 看比賽 對 如果說對我最大的一次挑戰 那就飛過來了 來到 本土來看 主場 Lottelafter 來看比賽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 對 And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iggest impact or what's the biggest inspiration that Manchester United can give you 我覺得 我覺得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都有吧 對 工作上和生活上 啟發就是 那種 就算 輸了 在場面再輸著 但不到最後 那一分鐘也不放棄 就是 可能比 輸之前還要更加努力的 去 去拼搏這種精神吧 紅魔精神 對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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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對 對 只有攻擊 我擔心你的防守 但是 打擊 沒有問題 很高興 你會跟我們一起工作 來 參加我們 恭喜你成為 Manchester United 紅魔鬼 傳統 你怎麼看 你的新的 性格和 關係 有吧 感覺 我成為了 紅魔的 一名 家人吧 這種感覺 對 哇 我們聽說你 自己玩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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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不是很多 因為最近 通告比較多的話 只能抽一點點時間 出去踢球了 基本上沒有訓練了 就是 娛樂為主 對 的去踢了 對 你跟Ryan Giggs 和Garry Neville 對嗎 對 在上海 對 很好的經驗 對 對 很好的回憶 很好的回憶 跟做夢一樣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 能夠 在 那麼大的 還是比較正式的比賽上 跟他們一起踢球